再來這個延期之前 再來這個延期之前 我其實個人的職業生涯遇到一些小小的波浪 因為我可能在做事情的方法比較像是 我不管是堅行任職或是教學 那我既然認為我是一個老師 那我應該重點就要放在台語身上跟老師身上 那至於長官他要求的那個什麼 API 或是說學校有沒有增加一些體面的特色 老師說這個我一點都不關心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就是會有一些 有一些會跟長官有一些意見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我其實會參加這個 我參加這個延期之前 我其實是學校的主任 那那三年是有一些重要的任務 就是我必須要把原本看起來 破大不堪的學校的那個狀態 然後要用很多的經費很多的工程 把學校再次的活化 那在完成這個任務之後 我就發現 我就發現其實我很難去用這種外在的方式 去改變同事還有長官的想法 因為我原來想很簡單嘛 當所有的外在環境都改變了 那大家就是 就是隨著心意也會改變 那心胸也會跟著寬大 那當然大家會更有教學熱情 但是顯然 並不是這樣 那後來我就開始去思考啊 因為 那時候就開始會有一些中年危機 因為陸續也會有一些年輕的 學校夥伴會進來 那你就發現那個價值觀差異非常大 我開始在懷疑就是說 以前 我 我接受這個示範體系的那個價值觀 到現在已經受到非常極大的挑戰 那後來 我就天天開始失去了教學熱情 因為發現 好像 學校也不見得會這麼樣的支持 那我 我必須說 我來之前我是非常排斥 學習那個技術群向的東西 所以在創課那段落 對我來說 在創 大家就是說 我那時候在提 如火如煮的在推創課啊 推什麼雷雕啦 3D練習 那個時候我一直覺得說 這個東西怎麼會適合 小朋友選 那個3D練習跑 就跑了半天 然後跑了半天還跑不出來 有時候還會故障 這個東西 怎麼可能有辦法順利的 融入到教學裡面 那我就 我其實是非常排斥這個東西 就認為 孩子好像還有更重要的東西要學 那 我也開始 我在那個 那個時間 我也 會昏虛忽略教改的策略 因為 以我這個 這個年紀 其實 就認為 教改就這麼一回事 就一群教授 他叫劉美的 劉哪裡的 他就非常 不同的年紀 他聚在一起 他回來後就帶不同的理論 那兜兜兜兜兜兜 然後換一個政府 然後又搞一次教改 那小朋友也很可憐 就是白老鼠 像我的小朋友也是一樣 就是經歷過那個 那個教改的症狂 就是 也很迷惘 那我不只是迷惘的老師 也是迷惘的父母 好 那